大家好 我們經常聽到iOS的用家說 Apple的App Store真是好 每天都有Free Apps 又或者有限時免費App 你們Android就沒有了 今天我就告訴大家 這句話是絕對的錯 亦顯示了他們的無知 其實Android是有限時免費Apps 雖然數量比較少 而時間也比較短 但我在這裡告訴大家 Android是有限時免費Apps 你說什麼?我沒有聽錯吧? 是,你沒有聽錯 今天介紹這個Apps 就是告訴你們 讓你們知道每天和它合作的Free Apps 是有什麼的 這個Apps 就叫AppGratix Gratix 可以在Play Store上下載 實際上它每天都會和一隻Apps 即是它未必可以介紹所有的 但每天都會有一隻Apps 是跟它合作 是提供一些Free的下載 又或者是... 因為你知道有些Apps 它是Free下載 但裡面才付錢 又或者有些特別的功能給錢 而它多數是 跟這些Apps的Developer合作了之後 那一天的下載 連裡面的Pro的功能都會解鎖 即是不用付錢 那...大家可以上Play Store那裏 搜尋這個名字 就可以下載 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認識這個Apps 這些Apps都不算很新的 對了,是Free Apps 大家下載完之後 就可以去看看 我們按進去 等它下載 多數都是Free的 其實你看到下面 它也有幾多Deal 不過很多的Deal 因為它多數都是一天 今天這個是一個Game 來的 我自己真的沒有看過這個Game 沒有玩過 你會發現 它就會告訴你 它裡面有些Game 就會說要付錢才能打開所有Levels 你會看到它 TODAY THE FULL VERSION ANOMALY $1.69 $1.69 你看到 哦,挺適合的 按下載 然後去Play Store 會不會自動幫你收拾 然後收拾後 你收拾後 基本上 裡面 Pro Version 的東西 已經全部解鎖在這裡 你會看到 Unlock the free and free version 這個Game 不懂得讀 Free today with App App Ratix 這樣 安裝了 基本上就可以了 對了 這個就是 每天的Free Apps 大家可以回去下載看看 它也有些內置功能 例如說 每天都會通知一下你 今天有什麼Free Apps 對了 不要再相信別人說 Android是沒有限時的免費Apps 其實是有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回去看看 多謝大家